嗨大家好,我是小群,官方在粉絲團上傳了這次的新黑金八粒的實戰影片 這次就不是極限爆發影片,是實際打關卡的影片 這次打的關卡是不眠龍的地獄級LV5之前的挑戰關卡 這次的組隊就沒有組呂布合體了 昨天的極限爆發的話其實更正一下 因為他為什麼血會變少,合體之後血變少是因為屬性 因為要六個模組才能轉屬,合體之後隊伍裡面只剩五個模組 所以他的轉屬就沒了,所以昨天那個隊伍呢 這個拉伯拉斯跟夏娃就轉回原本的屬性 那因為巴黎的隊長技只有自身屬性吃得到三維加成 所以昨天這兩隻就吃不到三維加成了吧 所以血才會變少,是這樣子 所以這隊伍的話他這一次的配置就比較正常一點,就是全模 所以不會有屬性變回來的問題 他會看最左邊第二隻 最左邊第二隻放拉伯拉斯,是因為這關王冠是這個光攻盾 所以他這邊整隊都會變成光屬性的魔族隊這樣子 然後這個關卡是由姚來搶先試玩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正常玩的傷害怎麼樣 進場的話就是有6666護盾,因為他有六隻模組 應該說全模組就可以了 然後一開始是一個指定7C盾 我們來看一下他這個平凱的傷害 那他是轉越多直牌,應該說最多四組吧 最多一直牌四顆,然後消到四組就是最高倍率了 那他好像沒有說天降,所以他好像沒有說手銷啦 所以天降好像也是可以的 然後這邊平凱1億4千萬 感覺傷害是還不錯啦 但是沒有到讓我非常驚豔的地步 好這邊91盾,然後又紅綠燈 我們直接快轉到他轉的地方 像他這一回合他就沒有轉 他就沒有轉這個直牌四顆 只有轉到一組而已 那再加上他點的那一下 等於是兩組這樣子 不過這一回合他轉的combo比較高一點 點光珠也掉下來就是 全部都是光模組的珠子 這邊10combo,然後補到6萬9 那這邊傷害是打1億9千萬這樣子 我們再看下一回合 那這邊是想要示範一下吧 就是橫排也是有傷害的 這邊轉的非常的漂亮 轉了8C 不過他沒有轉直牌 所以這邊的話那個直牌的倍率加成就沒了 但是傷害還是有到2億耶 還是有到2億 所以如果轉8比0轉法的話應該更誇張 這個的話我覺得是他比較害怕的東西 因為這個燃燒 他這隊沒有防燃燒嘛 所以這邊的話要嘛就開技能 要嘛就是那種固定版面會比較好打啦 來看一下這邊怎麼打吧 這邊是直接 是直接手轉嗎 看一下傷害 不太夠 2億啊 因為這是挑戰關卡 挑戰關卡血量還是有一定的程度的 不過這邊沒有辦法守到泉水喔 因為只有兩顆水珠而已 可能是要靠這個護盾去擋 好 這一隊比較怕的就是這種 燃燒啊 黏斧啊 這種東西 這種地形的齁 比較沒有辦法 比較難解啦 好再來這邊很重要齁 他這邊夏娃 應該是要開下去了 因為他這邊是水攻盾 水攻盾 所以他肯定是需要靠夏娃追打的那個水屬性去打 不然他整隊都光的嘛 他也沒有追打其他屬性攻擊的角色 只能靠夏娃的被動 不是說被動啦 應該說隊伍技能啦 他只要 經果存滿齁 可以看得到他 他已經存滿了齁 左上角有個4齁 應該是4啊 這個看的不是很清楚齁 存滿之後在他直排齁 消一組五顆水珠 所以他就會追打 追打水屬性攻擊 4次 好這邊的話開了這個組合技齁 巴力跟夏娃的組合技 然後在他直排 轉一組五顆 這樣子 然後又有加9C 好可以看得到夏娃的經果齁 會被消耗掉 然後他會追打水屬性的攻擊 而且他個人攻擊力1.5倍 會追打 額外再追打4次 好所以 其實傷害是蠻誇張的 12億齁 然後他再來他加COMBO這個 會持續兩回合 就是應該說總共三回合啦 會再持續兩回合這樣子 好這邊的話就是比較簡單一點 幾個技能齁 我們快轉 3億7千萬 其實傷害我覺得 就還可以 沒有到非常誇張 這邊的話很明顯就不能消暗了 電暗然後不能消暗 這邊的話他是 看他怎麼開齁 他這邊開了這個握法道 握法道我之前也有分析過 非常適合放在這個隊伍裡面 因為固定版面嘛 然後又都是直排 剛好符合巴力的隊長技 要消直排4顆 那越多組越痛這樣子 然後像需要攻擊珠的話 其實就手動炸就可以了 手動點光珠炸下來就是 雖然說他這隊沒有兼具 但是他可以靠這個 點光珠去炸 除非光卡進光 你可能就是要帶這個兼具的 那上面講的都是以 這個隊伍是光的前提下 那當然你可以試光卡 來去變你的隊伍的屬性 反正你只要變動第二隻 這個位置就好了 這邊來到這一關的話 是50顆水珠盾 那一樣是很麻煩的這個燃燒 這邊是開拉普的2技 這個組合技其實不錯 就是 組合技是耗掉他的1技 他的1技比較沒用 放在拉普當隊員的話比較沒用 他的2技就比較實用一點 還可以用 還有排珠的效果 所以拉普在這隊真的是神 真的是好用 不過這邊的話可能就是要點水珠 點水珠讓他炸下來 這樣50水盾就可以比較快達成 這還有一個用法是這樣子 這邊 快速快轉 還差29顆 然後另外開技能之後呢 開巴力組合技 那個會把護盾刷新 66666 那這種應該比較怕 那個固定扣血 固定扣血啊 中毒啊這種的 應該比較怕 好再點水珠 還差19顆 不過有護盾應該是不會死的啊 好這邊開了夏娃的技能 這邊開了夏娃的技能 這邊開了夏娃的技能 這炸水珠 還差一顆 我剛剛是開了這隻齁 所以他打你的傷害 會剩下100 那護盾從66666變成66566這樣子 好這回合應該就可以帶走了啦 直接轉 直接轉然後點水珠就可以把它炸死了 然後這邊剛好有轉到4顆 直排4顆 然後有4組 可以 再點個水 然後有開了夏娃的增傷 長度增傷 這邊打到7億齁 其實攻擊數不多喔 但是就打到7億了 好這邊拼圖盾齁 其實巴力的隊長技呢 是有 對5技能是有無視拼圖盾的 他只要消到5顆水或火或木 而 就可以無視拼圖盾 所以他剛剛才開這個組合鏡齁 然後另外呢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細節齁 他這邊呢 是有把水珠有沒有 水珠弄成5顆 連在一起 這樣子呢 才可以 無視拼圖盾 那如果是光暗星 5顆連在一起的話 是可以無視指定 combo盾 這個 他技能蠻多的 要記一下啦 蠻複雜的 好我們看一下單開這個組合技的增傷 這邊打到63億齁 然後另外還會持續兩回合 他那個效果齁 誒 他那個效果是什麼 忘記了 他那個組合技的 這個齁 他會持續兩回 除了第一回合以外還會在 兩回合追打兩次齁 巴莉跟拉布拉斯對打兩次 然後不會被鎖技能這樣子 好 那這一關的話 應該是想要測試一下 因為巴莉的隊長技 隊伍技能有那個反彈 就是減傷85%啦 反擊自身100%攻擊傷害 那他就是故意去消 然後讓他打 讓他反彈 其實反彈就變得很癢這樣子啦 想要展示一下這個 反彈的 的 反彈的減傷呢 好現在是60925 然後減傷完之後還有3300 其實就變得很癢這樣子齁 那本身隊伍裡有25%的減傷這樣 好這邊的話開了拉普的技能齁 把這個版面變強化這樣子 然後用直排這樣子 拉普的技能 然後加上剛剛那個追打還在齁 拉普跟巴莉的這個追打組合技 還在齁 這邊傷害應該爆炸齁 這邊打到131億齁 好接下來來到王關齁 不眠龍的王關 那第一條血的話是無視攻前盾齁 那大家記得齁 夏娃的這個技能齁 關掉的時候是可以無視攻前盾的 來再複習一下齁 這邊齁 隨時可以關閉 那關閉的時候呢 越多精果加越多C 另外呢如果本身4個精果滿的話 無視攻前盾 可以看到夏娃現在 精果是4個的滿了 然後關掉之後可以無視攻前盾 然後12C 直接加12C這樣子 所以他等一下combo會從12C開始跑 這邊傷害應該也是 47億 那最後一關的話就是光弓盾 所以他才把拉普放在第二隻 好讓整隊變成光屬性這樣 然後這關是禁暗珠 看一下最後怎麼開齁 其實技能隨便開都過啊 好這邊開了這個組合技 夏娃跟巴黎組合技 不過這邊禁銷暗齁 所以再開一次卧瓦道 雖然說 第一個技能浪費掉 但是他的這個 這個加9combo 夏娃跟巴黎的這個組合技 有加這個9C 這個還在齁 這個還在 但是這個模組符石啊 這些固定版面啊 這個就沒了 好這邊直接轉彎 欸點個光珠 好這樣一大坨光珠 有點類似秦皇的感覺齁 只是玩法不太一樣 好那一大坨光珠 讓他打出了31億的傷害 而且龍科沒有開齁 好那以上呢 就是這個實戰影片啦齁 那大家什麼想法的話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討論齁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小鈴鐺、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